这支影片我要来屏蔽台湾的早餐 我知道为什么台湾很爱抱怨台湾了 因为你们膝床吃到不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们心情不好靠到什么东西 就很顺眼 这什么歪理 好政治不正确 可是一直政治正确很累好吗 在泰国的早餐真的很好吃 我们吃的那个糯米烤鸡真的好好吃 那个肥肉啊 然后我们的粥也很好吃 可是台湾的早餐都好吃的吗 而且你们吃东西的习惯真的很特别 就是你们早餐吃的很少 然后吃又不饱 然后晚餐又吃宵夜吃很多 可是健康的吃法不是 早餐要吃得饱 午餐要吃得好 然后晚餐要吃得少吗 那什么 哈哈哈哈 华语的眼神 胖子就不能讲那个健康的资讯吗 哈哈哈哈 我们只是胖子 我们不是不懂那个健康的东西好吗 而且你知道机器后面的人就拖机车吗 他一开始叫我这个影片呢 一定要早上拍 因为我们要吃早餐店 才有那个真的感觉 谢谢 哈哈哈哈 观众又不是以西窗 又会看到我们的影片 这个是 铁板面 铁板面 你今天刚刚西窗 等一下可能要开会 然后可能一些很 考验的老闆 讲官开会 然后你早上吃这一图 这个面啊 根本没有任何的嚼劲进了呢 就是已经软烂到快变成粥了 因为看他感觉有很多胡椒 可是一吃下去 胡椒味就是淡到不行耶 所以这真的是你平时会吃的东西吗 我很早吃早餐 所以因为早餐就是我们起床的第一餐 不是早上吃的那一餐 哈哈哈哈 受不了 这个是 花生厚片 它应该要脆哦 不是硬哦 哈哈哈哈 我又吃的是厚片哦 不是石头哦 这个东西感觉不用特别去早餐店买啊 你今天起床哪个厚片 直接拆 花生煎就可以吃了 跟这个一样啊 这个要烤 烤可以多长时间而已 你煎去烤 然后你去刷牙 你出来你就可以吃了 接下来是 萝卜丝饼 确定萝卜丝饼是早餐吃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哦 我外国人哦 可能他买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好像功课做不够多 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啦 没关系 我就试试看咯 哈哈哈 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早餐吃这个对不对 好 我再帮你讲话了 没关系啦 哈哈哈 还不错呢 早上吃到这个不会生气 然后肯定会把它吃完 虽然它的这个饼 可能太厚了一点 可是萝卜丝 蛮好吃的呢 可是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早餐就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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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接下来这个是 萝卜蛋饼 蛋饼 就这样一坨的呢 你看到它你怎么会有热情啊 你怎么打起精神呢 就是一整天真的很漫长 就看到这个东西 冷清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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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一定要吃 OK 好 听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GN М 喂 怎么就是这麽硬啊 我不懂这个东西耶 就是它那个饼 没什麽味道 然后蛋 也没有调味料 它就称得很纯粹咧 你们一大脚就是要吃很清淡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它完全没什麽味道 那个酱油 它应该有 咸咸的 可是它 味道也不重 那有餅的香味吧 沒有 這個呢 鮪魚蛋餅 哦 就跟這個一樣 可是多了一個鮪魚 啊 很多 有鮪魚真的很加分 你們也蠻會料理的嘛 哦 你們就是懂料理吼 呵呵呵呵呵 這是什麼東西 米漿 一聽名字就感覺很難吃 所以它是米 然後拿去弄成汁 欸 可是它是香的呢 它很香 哦 我喜歡這個香味 它是米跟花生做成的 這是你自然而然的知道嗎 這是嘗試嗎 還是怎麼樣 對啊 它很香 它很香 哦 我不會排斥喝它呢 我喜歡 甜甜的 然後 有那個花生的香 然後有米的香 哦 這是我第一次喝呢 沒有喝過 經過那個早餐店 就會覺得 不可能有人喝這種東西 這樣 可是它是香的 哦 好喝 這個是 水煎包 水煎包是早餐啊 就早上會賣 就叫早上也會賣啊 呵呵呵 這什麼鬼 東西 沒關係啦 這個一定要沾辣漿對不對 那這個也要沾 我是不是把混合起來啊 這是正確的施法嗎 我不確定哦 我就聽你的囉 其實你們的辣椒是不辣的對不對 它是鹹的 吃辣椒是鹹的 這合理嗎 好鹹哦 這也太鹹了吧 怎麼這麼鹹呢 我是吃很重口味的人哦 我本來就是很鹹 可是這個鹹的太離譜 這都是洗腎吧 你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平衡店呢 這個醬油就沒什麼味道 這個就鹹得很離譜 這很像在吃鹽你知道嗎 而且完全不辣呢 可是它的餡是還不錯哦 它的肉餡 我覺得它的醬毀了它 醬也顯得太離譜了 我的媽呀 這個是 哇你們豆漿的那個豆味好濃哦 這樣很好喝呢 有一種就是豆漿跟那個 炭味嘛 還是燒焦味 就是很好喝 因為在泰國喝到豆漿呢 有些店家就是 白色的水而已 所以你可以接受燒焦味的豆漿 我可以啊 燒焦味才那個有那個香味的感覺 對我而言我比較喜歡 有些人不接受啊 我就不會有燒焦味 很可以理解 你不懂美食啊 你看你自己買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還不錯吃 然後我覺得 加那個西式片會更好吃 這種東西拿去熱壓會更好吃 台灣有嗎 因為在泰國去超商 就有現做的那個熱壓吐司 這個是 是用糯米的對不對 很特別呢 因為我們泰國早餐也是糯米哦 可是我們就直接糯米 跟那個烤的豬肉啊 或者雞肉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們是包東西對不對 裡面有什麼東西 油條 肉鬆 菜脯 這幾樣東西聽起來感覺 混在一起很不辣呢 我吃不到肉鬆啊 你要吃碗 哦 我就 我可能肉鬆在這邊 因為泰國人呢很習慣吃糯米飯 可是對於飯碗呢 我覺得泰國人呢 是要很大的勇氣去嘗試它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 這幾樣東西包在一起 感覺很噁心 可是吃下去的時候 它就只是我們不習慣的口感 對 因為它蠻特別的呢 對我來說 可是它也不是那種 一吃下去覺得 哇 好好吃 可是是可以接受的 東西 這個是 奶茶 跟一般的奶茶有什麼區別 奶茶不是一整天都可以喝啊 但是 早餐店的奶茶 很特別 呵呵呵 你說啊 你說 你說出來 你給我說出來 喝它了之後會變怎麼樣呢 你等下就知道 他說 早餐店的奶茶喝下去 會拉肚子 而且上面是什麼東西啊 上課鈴聲中 響了 卻沒有一個同學 在教室裡 怎麼回事 你知道答案嗎 體育課嗎 上的是體育課 哈哈哈哈 哇 哇 你 哈哈哈哈哈 這麼爛的梗 你竟然知道答案耶 我的媽呀 因為上課鈴中 想了卻沒有一個同學 哦 因為體育課不在教室裡面 上課 對不對 所以這是你們買奶茶來喝的樂趣啊 很不濃呢 就是感覺水分很多 沒有那麼濃郁的奶 或者茶 可是我會喝耶 這個對我來說是ok的啊 有沒有要烙曬啊 拿那麼快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 烧餅油條 他把它喝起來吃 哈哈哈哈 這個很敷衍的一道東西呢 他就把它 把油條放上面就是給你吃啦 這完全沒有就是料理的概念啊 他就是把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烧餅 切開 把油條放上去 然後可以吃了 這樣 然後你們就忍受他這樣 這麼敷衍啊 台灣真的太棒了 就是每一天都會有讓我 出乎意料的奇蹟的事情呢 而且你們平時不是很在乎什麼 PP值啊 一定要划算啊 然後你們就忍受這種東西啊 我真的服了你們台灣啊 你們竟然會吃這種東西 他就是兩個不大的東西呢 這個東西也太離譜了一點吧 而且他又是 澱粉 跟澱粉呢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尊重你們的美食 在這邊講還來得及嗎 哈哈哈哈 最後一個東西是 鹹豆醬 所以它是鹹的 對 泰國沒有呢 所以台灣人吃東西 不在乎他好不好看對不對 這確定是鹹豆醬嗎 哇 我好想一間很不禮貌的形容詩 很像就是 偶吐出來的那種吐耶 可是有可能他好吃對不對 欸 可是他的香味還不錯哦 嗯 就感覺很像 某一種 豬肉湯啊 牛肉湯的那種香 裡面有 這是什麼 油條 然後這個是 沒關係 終於找到一個你不知道的東西咯 功課做的不夠多嘛 對不對 先是要記得哦 哈哈哈 不敢 有一點不敢 誒有小米鮮呢 它比我想像中的沒有那麼噁心 因為它的樣子真的很噁心哦 它就感覺像那個把豆腐剁碎 然後放在什麼雞肉湯啊 豬肉湯之類的 不會到難吃 這也絕對不是好吃的東西 哈哈哈 最早餐一大早會有人吃這種東西啊 好了我來終結了 這三個東西 蛋餅 鐵板麵跟燒餅油條 我不懂它 不好吃 不喜歡 這三個東西 花生厚片 水煎包 跟鹹豆漿 不討厭它 也不會主動去買它 然後這個東西 它不是不好吃哦 可是我只是覺得 它也太簡單了一點 水煎包真的被那個 醬 影響了 然後這個 雖然它的樣子很噁心 可是吃下去的時候 不難吃 也不好吃 然後這一區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 算是我喜歡哦 這個很喜歡 薑 這個鮪魚蛋餅 還不錯 奶茶我也可以接受 豆漿很香 你們台灣的豆漿有的很好喝 然後這個很特別 蘿蔔絲好吃 我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早餐 如果有人看了覺得有意見 覺得買不對啊 盡情的留言 他很享受就是被大家批判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在那邊講 什麼記得去關注 我的IG ElizabethLin FB 跟YT Elizabeth娘娘 有用嗎 真的有人會聽話囉 去關注嗎 你們這些懶惰的人 給我看完影片 然後就走人了對不對 你們這些人哦 不懂得感恩 因為我們拍影片 是情緒勞動好嗎 可以喝一點好嗎 你們給我去關注 懂不懂 乖 我會去關注